你好 你好 主持人老师好 来 做个简单自我介绍 各位嘉宾老师好 我叫杜峰存 来自石家庄 今年39岁 是一名舞蹈教练 这个舞蹈教练 是因为从小就练习舞蹈 这等于是一生的职业吗 其实这不是我一生的职业 也不是我的梦想 因为我家姊妹三个 像我爸82年是开大拖挂 跑山西拉梅的 像我家这会儿 属于就是比较有钱的 然后第一个在村里买黑白电视机 第一个买拖拉机 第一个买录音机 就什么都是第一个 就是我一直处于这种 很优越的环境当中来长大的 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学跳舞 不是从小学跳舞 没有 因为我爸是一个车主 就是雇司机往山西拉梅 然后就是司机撞人 就是涉及到这个赔偿金 然后把我家的居序给掏空了 然后欠下了外债还 在那个情况下 然后我爸可能就40岁嘛 第一次脑拱塞 在我妈的照顾下 她恢复的就比较好 没有任何后遗症 就那个时候其实是 家庭发生了很大的变故 对 我记得我妈那会儿 就是借了亲戚家2000块钱 然后亲戚家就追到我家 又把2000块钱要回来 意思就是说 亲戚可以不做 但是钱必须要还回来 我就觉得你们都欺负我 然后选择了武术学校 所以从小不是跳舞的那个舞 是武术的舞 对 在我17岁那年 给保送到湖北的一个警察学校 因为我家经济拮据 然后我爸意思就是 找亲戚借钱 让我来把这个学业来完成 然后就报道的那一天 就是我爸带我从早上10点 等到下午3点半 我所有的同学 有的都走了 然后就唯独我还在那等 然后我就问我爸 为什么他还没来 然后我爸打电话 当时显示是暂时无法接通 然后我问我爸 我说什么叫暂时无法接通 我爸说暂时无法接通 就是手机关机了 没电了 他就跟我说 他说村村咱们回家吧 公交车来了 但是我爸腿抬不上去 但他很倔强 他就扶着这个把手 就硬上去了 回村 然后到我们村口之后 七分钟的路程 我爸走了有二十分钟 一进我家院子 我爸扑通就倒地下了 就只张着嘴流眼泪 手里这样颤抖着 就一直在掺 拿着我的通知书 然后我就过去 把通知书拿过来 我就撕掉了 我说爸 我说这个学我不上了 其实我不想上学 我说早晚得出去挣钱 我说我还不如早点出去 没关系 所以爸爸当时 其实是血栓的症状 对 那后来爸爸能说话了吗 恢复了吗 吃东西啊 不再像以前嘴会 往外流东西 就是又半身 基本上这个生活能力 就不像以前那样了 我就心里很愧疚 然后就是为了 减轻家里负担嘛 我就出去做 我第一份工作了 就抡着那个大锤砸石膏 你这么小个女生啊 个儿也不高 人也瘦瘦小小的吧 估计那会儿 但是我那会儿 一心想着 就是让我来感受 家里的这种生活状况嘛 所以我就 这些工作之后 我积攒了 第一笔小金库之后 我就决定北漂 去做比较新兴的这种行业 舞蹈培训方面的 我觉得那样会挣钱 但是我北漂确实是 挣到了我的第一桶金 就一个月能挣到 八九千一万块钱 挣万八千的 在那个年代很不错了呀 对 我觉得这种 就是生活越平静的时候 会给你一些波澜吧 我从北京回石家庄 我想创业嘛 做自己的舞蹈室 就是创业期间 我爸突然晕倒了 120给拉到医院 然后就是不能说话 也不能翻身 然后医生说 可能是植物人的 可能性要大 然后当时就是 我爸抢救了19天 不能吃饭 不能说话 然后就 最后就走了19天 他走的那一瞬间 我就彻底崩溃了 因为我心里的山 就彻底没有了